孝顺的人才能得到!詹雅文泪唱阿姆的恩情,发现母亲就一目的秘密却再也来不及。 詹雅文一直都是台语歌坛的代表女歌手之一,1980年代以台语流行音乐合唱团体《樱花姐妹》出道,奏唱直至1991年起才开始录个人专辑,主要是以日本演歌式的唱腔来诠释歌曲,素有夜市江汇的美称,以演唱国台语老歌语演歌类歌曲为主。 也因为詹雅文出身劳工家庭,他自述生活贫苦混沌,连一杯豆浆都喝不起,所以他似乎能感同身受视景小民的心酸血泪,唱出许多小人物的心情。 以上图片取自网络,这首歌曲《阿姆的恩情》,唱的是对母亲满满的感谢。 詹雅文在演唱这首歌曲前,分享了一则故事,一边说一边落泪,让网友看得忍不住大喊,妈妈我爱你。 这故事是在说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在离开人世前,告诉儿子媳妇自己这辈子没有给他们什么,只有一间旧屋,所以她也不求什么,只希望如果后背孝顺的话,能整理自己的旧衣物然后烧掉,好让自己以后在另一个世界可以不会冷。 但是这件事情,却被忘得一干二净,是后来天气越来越冷了,才被媳妇想起来。 而在整理衣物后,他们发现了老太太一直藏着的秘密。 他们发现,那些衣物里面包着满满的项链,戒指等,珍贵的财物,原来,老太太的意思是,孝顺的人就得得到,不孝的话,妈妈就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哭。 这十晚辈子们都流下了眼泪,想起那个花一辈子时间来照顾他们的妈妈,想起那些不求回报的付出。 以上图片出自影片截图。 希望大家都能谨记母亲对于自己的恩惠,父母的恩情是我们一辈子都含不了的。 有空就回家多陪陪他们吧。 他们一定也在等着儿女回家。 来源网址 HTTP www.17movin.com Post 02024801018117